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收听浩浩相相 我是节目主持人李慧才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理性这个题目 我叫做你以为你肯理性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自己很理性 如果有人说你很不理性 你一个挺严厉的批评 你一定很不开心 你看看副标题 今天我们会漫谈理性思维的局限和陷阱 好 立即开始 如果我说 首先就是玩一个游戏 这里有一副纸牌 他们都是一个很特殊的 都是符合一个规则的 如果这个纸牌的一面是一个英文字母 而它是响音的话 背面就一定是一个质数 一个最初的纸牌 再看清楚 一面如果是 响音 即是Varral 另一面就一定是一个质数 好了 现在我给 几张来看看 这里有四张纸牌 4啦 K啦 A啦 7啦 他们背面都是有东西的 现在我就问了 按照我刚才所说的那个规则 你会先检查 哪几只纸牌 一只或者两只或者三只 才能够令你最快地断定得到 究竟这些纸牌是否真的符合我刚才所说的 那个规则呢 你会先揭开哪一只呢 给大家想一下 你会揭开 4那只 K那只 A那只 亦是 7那只呢 我相信 大多数人 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 所谓考考AQ 都是要花点时间 去想一下 究竟是哪一只呢 好像也挺复杂 但是现在 没办法了 不能给大家太多时间 接下来我就说 我们要看另一个问题 我就说 假设法例 规定在公众的场所 18岁以下 不得喝酒 差不多所有国家都是 有这条法例 好了 但是现在我们就说 我们就去到一个酒吧那里 看到在吧桌那里 坐了有4个人在喝东西 这四个人呢 每一个的情况都不同的 第一个呢 就是一个80岁的老翁 第二个呢 就是B 就是一个在喝果汁的人 第三个呢 就是一个16岁的少年 第四个呢 就是一个人正在喝啤酒的 一个在喝啤酒的人 好了 现在我又问你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 如果你走过去 假设你现在在查牌 你是个警察 那你说 我就要检查一下 究竟A B C D这四个人 你会先检查哪个 才能够去尽快 决定得到 现在这个酒吧 起码就以这四个人为例 是有没有人 违反到这个规例 或者是符合这个规例 即是说18岁以下 是不得喝啤酒的 这样呢 但是其实 这里想说明的一个道理 就是 这个问题 跟刚才那个纸牌的问题 在逻辑上 其实是等价的 就是一样的 纸牌的问题就是 如果一面是响音 Value 另一面就一定是质数 Prime number 是不是 这里就是如果 他是 18岁以下 他就一定 不是 不得喝酒了 这样 那个逻辑上的结构 但是你会觉得 刚才纸牌的那个 好像挺难想的 但是这个你根本想也不用想 你走下去 你想想 最重要的 第一个你会检查哪个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选C 因为18岁以下 不准喝酒 你16岁 看你喝啥 如果你是喝酒的 你就为例 是不是 如果 第二个我会选的 当作当然是选D 就是喝啤酒的人 他喝啤酒 但是你够不够 就不够秤 所谓 够不够18岁 不够18岁 你又为例 这样 因为 A和B 你都可以这么说 是叫做irrelevant 已经是80岁了 一个有品果汁的 但是 明明在逻辑上是等价的 但是我们会觉得 难以的程度 是有所分别的 这就是科学家去研究这些 所谓认知 心理学 Cognitive psychology 提出 原来 我们所谓的理性思维 是真的 与现实生活里面的情境是息息相关的 坦白说 我们的大佬 都是 生物演化的产品 在生物演化过程里面 我们要处理很多这些不同的事情 里面确实有些 是要牵涉到所谓逻辑的推理 但是这些逻辑推理不是凭空在天下跌下来的 是我们透过 真正的生活上的实践 将它 总结、归纳、概括、提升 什么都好 是这样出来的 所以我们很自然 如果它是有一个情境 甚至是一个社会情境 叫做social context 我们就很容易就想到 应该是 这样就为之合逻辑 我这样做是对的 但是如果它完全是抽离的话 就像刚才那些纸牌那样 纸牌那些 日常生活是不会遇到的 一下子就觉得 很抽象 很难想 对不对 这个就显示出我们所谓的理性思维 原来不是这么简单的 我自己从小到大 起码从小学六年班开始 我当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也是很讲求逻辑的人 因为小鹿那时候最先开始看《Star Trek》里面 我的偶像不是葛克队长 当然就是这个 所谓科学官 Science Officer 或者叫做 他的first officer 是闪魄 尖耳朵的火神星人 他父亲是火神星人 他妈妈是地球人 叫做Spock Mr.Spock 他的口头禅 其实在 剧集里面 就是 Well It's not logical 即是说 这样不符合逻辑 我觉得 是的 其实就是说 我们日常 做的事 或者我们进行讨论 那时候 最根本的要求 当然就是 合不符合逻辑 另外就是 他说 Well that is quite logical 他常常跟葛克队长 对话 合逻辑啊 It's only logical 其实我们一般 如果看电影 很少会看到 剧中人会说 合乎逻辑 还是不合乎逻辑 但是这个就是 Star Trek 星空旗遇任的闪魄 是我的偶像 所以从小到大 我觉得 合乎逻辑是很重要的 这个就叫逻辑理性 但是大大厦 所谓大大厦 都是说要去到三四十岁之后 说真的 之前我都是信这套 但是真的看多了书 眼界稍微 扩阔了一点 了解到 不是那么简单 对吗 一个 又是 简单 一个 例子 跟大家分享 这个都是我自己想的 假设 你因为工作关系 或者是小朋友读书 要搬屋 你是由 我随便说 比如你是由 沙基湾 搬到大埔 但是 去到你就要找地方 非法 你本来在沙基湾 帮衬开一家 非法铺 但你现在去到大埔 你应该也有时间 因为小朋友还很小 或者你要读书 或者你那份工作 你也想着要长做 那你就要找回一家 合适的理法铺 你到处去找 你会试 你知道大埔多大 随时也有几十家非法铺 但是理论上来说 如果真的合乎 逻辑合乎理性的话 你是要计成本效益 即是每一家非法铺 究竟 收费是多少 然后 飞出来的效果是什么 手势好不好了 合不合乎我的心意 当然有时还要加上距离 当然有几个服务 态度 你全部衡量上来 你是不是应该试均大埔那么多的非法铺 然后 衡量上那么多的因素 然后选一家你认为是最好的 当然 你听我这么说你也觉得是没可能的 你会不会这么做 我就肯定不会这么做 例如大埔有五十家非法铺 你搬了去之后你会不会试均这五十家非法铺 一定不会的 虽然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合乎理性 可以这么说 计成本效益 Cost benefit analysis 但是 现实生活一个真实的人来说 它是不会做什么的 我们自不然就会很 就是说 入面是有理性分析的成分 但是你也会有个随意成分 我无意中 就是偶然 我进了这家非法铺 试试它 我试完之后 也不是太差 不过 不如我下次又试第二间 因为我刚刚新搬来 如是者 我给你 一般人 我大胆说 多数都会试三、四间 或者四、五间 给我就顶多不会超过五间 然后你就会 博取 就是说 以这四、五间来说 应该这间我觉得最好 综合了 刚才所说的那么多的要求 以后就去那间 但是 你永远不知道 可能 你去开那间之后去了 走多两个街口 有一间比他更好的 但是你不知道 因为你没有试过 你永远不知道 可能你之后在那里住了十几年 但是那十几年 你一定去那间 隔离两个街口 有一间更好的 又便宜一点 又手势好一点 但是没办法 某一程度上 你就要停 你的成本效应的计算 其实就不是我们一个 所谓用纯粹理性的思维去想 就是我们自己 有一个 自己有一套理性 但是这里是一个 日常生活的理性 对不对 你不会试光 你说试光是很烦的 但是你不要忘记 如果我试光五十间 就算了 我选到一间是对的 我以后十年 连二十年都是光顺他 我是有好处的 照计 但是你会不会这么做 你不会这么做 另外一个更有趣的 这个就是听演唱会的故事 我也是看书看回来的 很多年前 也挺诧异的 假设 有一队乐队 你是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的 现在 其实那些成员都老了 但是你知道现在很流行的 那些人就算 怀旧的 于是周围都 巡回演出 对不对 例如阿爸 阿爸现在 太老了 但是早十几二十年前 可能你年轻的时候 很喜欢听阿爸 现在他就巡回演出 来到你那个省 假设你在外国 他现在是外国的例子 于是你 但是也有很多 涌等 你要排队买票 很辛苦 很长龙的 要排队很久的 才能买到票 突然 那些票当然是不便宜 是吧 也很贵的 但是你因为是你 疑时的偶像 所以你都真的去排队 甚至你可能要半天 告半天嫁走去排队 排了很久 你又 涂腰包 很捨得 又买了些漂亮的票 等着他来了 谁知道 他来之前那两天 气象局天气预报 就说不得了 然后天气 会变坏 很厉害 很恶劣 会有大风雪 你本来想着要駕车去 要入省看 你住在市郊 就算了 但是天气 很恶劣 气温会罩降 又大风雪 这样 于是 那问题就是 你会不会因为天气恶劣 来放弃 出席这个演唱会 当然不会 我这么辛苦 又排了一队 又买了票 就算天气恶劣 我也要去 駕车去 辛苦点 问题就是这样 好了 接下来就是这样 成本效益分析 对吧 刚才说了 付出就是排队 金钱 恶劣天气 回报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演唱会 好了 现在我就要大家想象 原来你是 因为那时候很忙的那一队 甚至出差 没得排队买票 所以你都想着 这次真是不幸运了 没机会看到我这个 疑似偶像这些 这队的乐队 竟然 在这个演唱会之前 一个礼拜 你有个好朋友 跟你说 喂 Eddie 其实他也很喜欢 阿爸 我就买了票 但是不幸运 我就有一些紧要事 可能公司派我出差 真的不在 那些票 那些票 就会浪费了 他说不如不要浪费了 这么辛苦 那些票 不如我送给你 那你开来就说 不行 我给你钱 但是你说 算吧 我这些是以出之物 真是好死党 你这个朋友 没有人当益你 可能你快要生日 当生日礼物 送了一张票给我 好了 送了一张票 很开心 在等这个演唱会 但是一模一样 前两天 气象局宣布 天气会恶挂得很厉害 又气氛罩降 又大风雪 但是那个问题 到了那天 下午 于是你就要决定 开不开车入省 去看 但是 看着外面 天气真的很差 于是你最后就说 算了 反正这张票 都不用我出钱的 朋友送的 都是不好了 我都是不去了 大家看看这个 决定 是多么有趣 当然 这个决定不是必然 有些人可能都会继续去 但是假设有一个人 就是决定 算了 我不去了 这张票 都是这么容易得回来 但是你看 成本效益分析 在头一种情况 他的付出就是一二三 大家看到这里 他的回报就是一样的 就是去听到演唱会 但是他最后也决定去 以这样的付出 有这样的回报 但是在第二种情况 他的付出其实只是 恶劣天气 就是开车入省 然后回来 就是三而已 他一二不用 但是他反而 放弃了这个回报 咦 这里好像有些问题 对不对 如果你说 如果以闪迫 在这个 这个星蓝上面的 企业号 或者冒险号 他就会突然 让一下眉毛 那时候我是特意学 他来让起眉毛 学得很辛苦 因为他很喜欢 Well That's not logical 这个 不合乎逻辑 Not logical 这样 原来人是很有趣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理性 另外一个 就是一个 勃论来的 挺有趣的 就是叫 突击测验的勃论 我们以为我们的理性分析能力 很厉害 但是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 假设我们现在是一班 小学生 有一个老师 新的老师 原来这个新老师 原来就很喜欢玩这个突击测验的 这样 好了 现在就测了 测试了 测试 测试 没所谓 他说 我下个礼拜 就会选一天 进行突击测验 所以你们就不要临急 保佛脚 你们有时间 就很温习 你不知道我哪一天 但是其中一班里 例如有一个叫小明 小明 就跟同学们讲 他说不是呀 让我们想想 老师就说下个礼拜 会不会一天 哪一天呢 大家猜不猜到 每个都想猜到哪一天 但是 他说我先想想 他会不会是 下个礼拜五 进行突击测验呢 没可能的 因为他说明是突击 如果星期一、二、三、四 星期一、二、三、四 他都不测验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是 星期五 我们星期四 放学才回习 也不迟 所以 那时候 他不算是突击 所以他一定不会在星期五 因为星期五就符合不了 所谓的突击 这个定义 如果不能够在星期五 星期四行不行呢 他就想 如果他星期一、二、三 他都不测验 那剩下来的 一定是星期四 才能测验的 为什么呢 因为星期五他不行 星期五我们已经剔除了 所以 那时候又不是突击 因为他如果在星期一、二、三 过了也不测验 那就一定是星期四 所以我们又 知道了 一早知道 就变成了不是突击 所以不可能是星期四 那大家都估到了 这个推论 不用我这么沉黎去重复 所以按照这个推论 星期三也是不行的 然后星期二也是不行的 然后呢 只剩下一天 只剩下一天是可以的 就是星期一 但是只剩下一天是星期一 那肯定不是突击 我们一早都猜到他一定会是星期一的 所以他又不是突击 又不能够符合他自己订下这个规定 所以他意思就是 根本没有一天可以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不用分析的 因为 这个老师 没有可能在下个星期进行突击测验的 他不是很聪明的 如果一个小学生能够作出这样的推理 也很厉害 但是当然 事实就是 在下个星期 突然间 星期二就算了 我事能够说 真是个老师 就进行突击测验 整班人就 差不多全部都胖了 因为没有准备 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 特击测验的撥论 因为刚才那个推理 听得上来 每一步都好像很合理 但实际上大家也知道 又好像跟现实脱了折 没有可能进行突击测验 为什么呢 我这里卖关子 你自己慢慢想想 好了 其实刚才举的例子 都是显示我们人类的理性思维的能力 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厉害的 我们很多时候是有所谓的局限 这个有时候我们叫做 英文叫做 Bounded Rationality Rationality就是理性 Bounded就是有局限 我们叫做有限理性 就是以别于什么呢 我们经常以为我们是绝对理性 我们对这种东西是绝对符合逻辑 是绝对理性的 但在现实世界里面 我们往往都只能有的 就是Bounded Rationality 这个概念最先由 Herbert Simon 一个很出名的科学家 但实际上 他是一个 各方面都擅长的 但是他拿了诺贝尔奖 就是拿了经济学奖的 1978年 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Herbert Simon 最先提出这个 Bounded Rationality 这个概念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 就是主流经济学 和股票市场的关系 才有趣的 大家真的猜不到 在主流经济学里面 其实有很著名的叫做经济人假设 所谓Homo economicus 有个S字的 刚刚被我那里遮掩 economicus 最后有个S字 这个当然是作出来的名字 人是100%Rational的 留意一下 上面那里是100%Rational 当然另一个 100%Focused on Money as an Incentive 他永远都是把自己的 其实他都用money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社会都是用金钱来衡量 如果我们再抽象些少的 就是他的效益 即是说他永远 所追求的东西都是 100%将自己的效益 所能够获取的效益 是最大化的 第二个条件就是这样 第一个是他绝对理性 这是经济人假设 另外一个 就是所谓完全竞争的假设 大家读过少许经济学都听过 叫做perfect competition 什么叫完全竞争呢 意思就是一个市场 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 他不仅是要自由 就是说 任何人都可以进行买卖 他还有无数那么多的买家 还有无数那么多的卖家 就是buyer和sellers 都是无数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人能够 控制 就是所谓壟断的市场 因为大家都 数量很大很大 你可以当他无数的 另外就是每一个人 无论买家买家也好 他也是掌握有 原备的市场信息 这个很重要的 他就差不多叫做perfect 的market information 他都知道了 另外就是说他每一个人 都是有这个 绝对理性分析的能力 就是说对这些市场信息 是可以进行一个 彻底的理性分析 他说在这样的 所谓完全竞争的情况下 这个 经济学的假设 他们当然建构了很多 堂皇的理论 经济学理论 我们很多时候 在经济学读的 读的课本里面 就是读这些 理论 基于这些假设 但是现在我们把这个 假设放下去 我们每天都 纽海电视机 新闻播放也有看的 股市 升升跌跌 股票市场 股票市场 其实 这里就这么说 就是说有人提出 他说如果按照这个 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 假设和完全竞争假设 所有的人 都是全部理性的 我们差不多等于 所有的人 变成了一个 机械人 机械人 有很强大的 数据的分析 理性的思维的能力 来判断 究竟我们现在入市 还是不入市 我们现在是吸纳 还是抛售 对不对 但是 这里就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假设 当日我们搜集了所有市场信息 看某一只股票 但是这只股票 你就会觉得 它究竟是 升还是跌 如果你买了 是继续持续持续持续 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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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现在你很抛售 或者你未买的 就是说我现在很入货 因为它的潜质好的 前景好的 这样 好了 但是你想想 如果按照刚才的所有的假设 每一个投资者 就像一个绝对理性的 机械人 他对某一只股票的表现 就认为应该是放 还是吸纳 其实应该都会达到同样的结论 是不是 如果他们说 这个股票应该是放的 今天应该是放的 是不是所有的投资者 都会达到这个结论 于是大家放 如果每个人都达到这个结论 大家放 有没有人接 有没有人接 会不会有人去买 没有人买 没有人接货 没有人接货 你怎样放得出去 你放不了出去的 回头 如果你说 这只股票正 这只股票是有潜质的 应该吸纳 但是 其实所有在市场上的投资者 假设像机械人 都会达到同一个结论 个个都说要 入货 但是个个入货 就是没有人出货 没有人出货 你怎样去买得到 你怎样去吸纳这只股票 你买都买不到 是不是 所以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个结论 刚才说 投资者是机械人 说真的 现在就不需要去到这个地步 因为 很多人都说 我们 要充分利用这些AI 最近的AI 进行一个投资演算法 说真的 现在已经大部分都是 现在很多零点几秒的交易 那些超大量 超高速的交易 全部都是AI 全部都是 Algorithm 来的 Algorithm 是演算法 但是 有趣的就是 如果按照刚才的 推论 如果真的去到这个地步 其实股票市场 股票市场 就已经不存在了 因为他会立刻停顿 因为没有可能有交易 对不对 永远都是零交易 因为你放的时期就一起放 入的时期就一起入 谁会跟你承受 谁会放货 所以是很有趣的 所以其实 当然很多经济学家 早就已经看到 其实股票市场 之所以 不会 因为这样 而停顿 下来 因为人 是有他的 动物本能 叫做 Animal Spirits 其实你不只是 你的理性分析 你有个所谓 Gut Feeling 有一个 我有个心水 或者我认为这个是会升的 你不要说这些数据 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心水股票 或者说 不是呀 我现在应该放它 现在是套现的 我情愿买另一只 背后来说 这本是一本很出名的书 叫Animal Spirits 两个 都是出名的经济学家 Ekalov和Shila 大概十几年前出的 好像都是08金融海啸之后出的 Animal Spirits 但其实这个字 不是他们作的 其实就是 被誉为20世纪 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经济大师 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其实他已经说过了 这句说话大家看看 The markets are moved by animal spirits and not by reason 这个才有趣 Reason就是我们所谓的理性 他说其实市场的 运作不是讲求理性 如果讲求理性 根本就是零交易 是 他驱动他的 就叫Animal Spirits 这样 好了 说到我们这个理性思维的能力 其实真的有很多的局限 很多的陷阱 可能大家都听过了 这本书很出名的 差不多十年前有多了 就叫做 快思幻想 我觉得 台湾语他的时期 他英文原名 是 Thinking Fast and Slow 这个 Daniel Kahneman 其实又是一个 经济学的 诺贝尔得长者 我当然第一时间买来看了 但我都觉得这本书 虽然是畅销书 写明 但其实真的不易看 因为是很厚话的 起码好像四五百页 讲得很详细 所以都吃力的 也要看得久的 当然 我都推荐 我都推荐 但如果你想有一本 你说刚才我讲那么多 关于理性 甚至我们叫做有非理性 很有趣就是这本书 虽然我是极力推荐的 他说异体很多 他说他薄很多 就叫做 Predictably Irrational 很有趣的 那个书名 Irational 本来是非理性 非理性 就以为 亂来的意思 怎么还可以预测到呢 但他就说 原来人类很多东西 我都预计你会这么非理性 Predictably Irrational The hidden forces that shape our decisions 好 接下来我讲一个 IQ题 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 很多人或者听过 假设有一个人 去过朋友的家 探他 但他是第一次去的 没去过 但在他家里 就看到一幅画像 但他看到这个画像 里面的人 很像他朋友 跟他朋友 很像样子 他就说 咦 这个是谁来的呢 于是他朋友就回答他 留意 他朋友就这样回答 他特意卖个关子 他说 兄弟姊妹我就没有了 但是其实 画中人的老爸 就是我老爸的儿子 对吧 你说很复杂 他又不是 当然他又没有直接回答你 再重复一次 他对着那幅画 他说 兄弟姊妹我就没有了 不过画中人的老爸就是我老爸的儿子 好了 现在问大家 那画中人究竟是谁呢 我相信很多人 都很快就会想到 那个答案 不过 那个答案 九成九是错的 我告诉你 为什么会是错 究竟对的答案是谁呢 我就要卖个关子 留下一集才揭写 好吗 今天的分享到此为止 下一集再见 拜拜 拜拜